話題十足的退貨員針對 本週強勢姐姐們完全抵相聚 一起準備簽合約書 各自提出的解約條件 一個比一個還要報效 大姐嚴重話寫下 被強制執行無理行程時 既有靈魂的代表Jesse 則表示只活動一個月的話 就還能忍受 持貨滑沙的要求完全超符合她 要是不能遵守吃飯時間 就要解約 而理效力的條件 則是成功懷孕 依然很入戲 新角色設定 表示被孕的事情是秘密 但要是有小孩 就會馬上退團 剛好劉再席幫她取得 新一名李天玉 可以解釋成 從天而降想寶玉的孩子 而經紀人的部分 則面世了諧星梁師燦 巧士浩等人 不知道到底會是誰 來跟大神一起面對 推貨員針對啊